第七十三章 白骨山中一枯僧 碑上的字深刻入石 带着剑尖留下的锋锐意味纵横森然其上 宁缺看着碑上的这一行字 眉梢缓缓挑了起来 他没有发表什么感慨 就这样沉默看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一言不发地离开 避着脚下的零散白骨去旁边看了看 他围着无字背绕了几圈 然后又绕回无字背前 重新抬头沉默望向背上 挑起眉梢仿佛要飞起来似的 指着背上的文字微笑地说道 我小吃书写的 墨珊珊曾经听老师讲过 魔宗山门毁于某位前辈高手之手 然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那位前辈高然的姓名并没有流传开来 他曾经猜测 会不会是那位在世间惊鸿一瞥便消失不见的书院前辈 也没有什么证据 今次深入荒原来到魔宗山门 一路所见宁缺神情有益 尤其是在快累大阵里的那番跪拜 让他愈发坚定自己的猜测 此时终于从宁缺口中得到证实 却依然还觉得有些震惊难言 单剑毁魔宗 那位前辈当年究竟强大到了怎样的程度 他的眉头微微促起 薄红的双唇抿成一道线 沉默片刻后 他看着宁缺 剑飞的眉梢和书框的神情 轻声问道 你看上去似乎很得意骄傲 宁缺诚实地点了点头 为了化解碑文带来的精神冲击 先前他去四周看了看 发现那些死去的魔宗强者 骸骨上残留的气息依然强烈 尤其是那些白骨的硬度 竟似超过了一般的钢铁 不由更是震惊 如此众多的魔宗强者 在小师叔浩然见前 竟是与阳春雪般不堪一击 由此可以想见 小师叔当年的境界实力 多么恐怖 在书院后山 通过二师兄等人的间接反应 宁缺早就知道 小师叔肯定是世间 第一流生猛之人 然而他还是没有想到 小师叔竟然生猛到了这种程度 难道说 他当年闯魔宗山门的时候 已经破了武镜 超凡脱俗 成就了圣人王道 身为书院二层楼的弟子 拥有这样一位小师叔 实在是没有道理 不感觉得意骄傲 不过得意骄傲 不能当饭吃 宁缺和莫山山 经历千辛万苦 来到魔宗山门 为的是天书名字卷 还有小师叔残留下来的气息 站在石碑前 沉默观看 追思片刻后 他们继续向殿内行去 宁缺感受到 小师叔的气息 便在石碑后的殿里 魔宗正殿 依旧灰弘雄伟 看似简单的食粮架构 绘上那些繁复的油彩画面 便自然显露出几分神圣感觉 宽敞通道两旁树立着的 几百尊十字雕像 雕刻着很少能在中原 诸国看到的奇异神魔 各自猙獰沉默 通道渐去幽暗 却依然干燥毫无一丝生意 好在当年荒人建造此间时 通风采光的设计格外的精巧 宁缺二人向里面走了数百步 依然还能以目视物 随着深入魔宗正点 那道令宁缺亲近动容配感的气息 越来越浓 见要变成某种实际存在 他沉默地望着前方 不知道稍后会看到什么 是天书名字卷 还是魔宗的秘密 无论是哪一种都好 他只希望不要看到 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 通道里的尸体也越来越多 在拐弯处 白骨甚至多地叠加在一起 变成了一座小山 宁缺扶着抹山山行走期间 看着墙壁上越来越深的纵横剑痕 想着当年在此间发生的血腥战斗 不禁心生记忆 魔宗正点通道尽头 是一个很普通的房间 这房间原本应该极为宽敞 但如今 一座白骨及干尸堆成的小山 占据了房间正中央 所以显得极为拥挤狭小 当年究竟死了多少人 墨珊珊正然看着面前的古师 对下意识里轻声感慨了一句 她的小手有些发凉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作为神殿客卿 殊胜的青川弟子 她对魔宗向来没有丝毫好感与同情 然而今日一路所见 便是连她都有些不忍去想魔宗当年的绝望 宁缺看着那座白骨干尸堆成的小山 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也不知道小师叔当年为什么要灭魔宗 但我想她总有自己的理由和原因 那座白骨山的深处忽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世间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 其实并不需要原因 也不需要理由 因为那些原因和理由 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 往往都是痴望 她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可以给出无数种解释 但真实情况是 那年她就这样来了 然后这样做了 这房间本来只有沉默的白骨干尸山 无言的石墙剑痕 幽静的仿佛不在人世 于是这一道忽然响起的声音 虽然微弱 却清晰无比 这道声音很轻微 很虚弱 透着股中正平和之意 而这在宁缺和墨山山的耳中 却不止清晰 更像是一道雷霆 而这自然和幽静环境无关 清脆山谷消逝在茫茫天气山脉深处已有数十年 那面大明湖不限于市也已有数十年 水落石出才能陷的魔宗山门也与市隔绝了数十年 在世人的认知和猜测中 这里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不可能有任何生命 二人所见也是如此 只有白骨剑痕寂了曾经 哪里能想到这里居然还有人活着 宁缺震惊无言 以最快的速度把墨山山拉到自己身后 然后弯弓搭建 用自己最强大的武器对准了那座白骨干尸堆成的小山 仔细望去他才发现 白骨干尸堆成的小山里有一个人 那个人很老 老到头发早已落光 牙齿也已经落光 只有两缕极长的白色眉毛在脸上漂浮 快要垂到他干瘪的胸前 此人身上穿着一件急救的僧衣 僧衣早已破烂如履 丝丝捋捋就像眉毛般挂在身前 那个人很瘦 瘦到胸腹下他四肢细如柴枝 身上已经没有任何肌肉与脂肪 临寻的骨头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皮 尤其是深陷的眼窝看上去就像是两个黑洞 极为恐怖 但偏生 眼窝里透出的眼神却是那般的慈悲温暖 除了那些薄且紧已经丧失弹性的光滑皮肤 这位老僧与身周的白骨干尸根本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他坐在白骨山堆里很难被人发现 有两根很细的铁链穿过老僧如破骨般的腹部 另一头钉死在他身后坚硬的墙壁上 数十年前的鲜血早已变成了黑色涂在那些丝丝缕缕的僧衣上 这幅画面很诡异 画面里的老僧很恐怖 宁缺手指微颤 险些松开弓弦一箭射将出去 墨姗姗紧紧紧捂着嘴唇 险些惊叫出声 如果不是因为这名形容枯瘦恐怖的老僧目光 是那般的慈悲温暖的话 你是谁 宁缺紧张地扣着弓弦 瞄准着白骨山间的老僧紧张地问道 这里是与世隔绝数十年的魔宗山门 忽然出现这样一位老僧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这名老僧瘦成这般模样居然还能活着 也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思考范围 而任何超出常理难以理解的事情 一般都蕴藏着极大的凶险 我是谁 老僧缓缓抬起头 穿过腹间的铁链钉钉作响 大概是带动了体内的伤势 哭瘦如鬼的骨脸上出现了一丝痛楚 深陷的眼窝内目光依旧温和 却带出了几分枉然追忆之意 过了很长时间 老僧眼眸里忽然现出一丝明雾之意 牵动唇角松动叠指的皮肤 露出了一丝难看的微笑 说道 我是一个自负之人 我当年做过一桩极大的措施 因为终生之汗 所以我用铁链将自己所赋于此地 发誓用尽余声超度这些亡魂 期盼以此赎罪一二 铁链穿铁而过 老僧无论是说话还是极细微的动作 都会让他显露出几次痛苦 但他虚弱的声音以及眼神 依然那一般的平静慈悲 令人感觉如沐春风一般 宁却看着这名枯瘦如鬼 气如春风的老僧 正正地说道 赎什么罪 铁链钉钉钉再次响起 枯瘦老僧微笑看着身周的白骨干尸 艰难地伸出手指 自身前一根白色腿骨边缘 缓缓俯过说道 说杀人之罪 杀人之罪 我二十岁使入佛门 后成佛子 自以为慈悲为怀 将以佛光普度众生 哪里料到 却有满地白骨因我而生 这便是我的杀人之罪 宁却听懂了这段话 却听不懂这段话 魔宗山门 满地白骨尸骸 传说中都应该是小师叔见下的亡魂 一路看剑痕纵横 以及无字背上的那行大字 当年真相应该与传说相去不远 可为什么这位枯寿老僧却说 这是他的杀人之罪 你认得我家小师叔 老僧像长辈看晚辈一般看着二人 温和说道 哦 磕疯子 是你小师叔 那你就是夫子的弟子了 那么这位小姑娘又是谁 宁却和莫山山感应到对方的善意与信任 甚至还有那么一抹被宠溺的温暖感觉 下意识里爆出了自己的身份 我本以为此生便在漫漫赎罪日里度过 不会再见到任何人 没有想到能再见到故人之后 如此说来 难道说魔宗山门开了 然后他看着宁却不觉地说道 你便是这一带的书院行走 看你应是十几天前刚破境入的洞悬 境界怎会如此之低啊 难道书院也是一带不如一带 紧接着老僧又望向莫山山感慨微笑说道 枯坐古山山中不闻木古尘中 不知岁月见世 我觉得自己只是睡了一觉 居然小王也有传人了 宁却知道自己是书院历史上最差劲的天下行走 被对方点名难免还是有些羞恼 但想着这名老僧枯坐魔宗山门数十年 称小师叔为科疯子 换书胜大人为小王 想必是辈分其高的世外高人 自不好意思跳降起来对骂 只是这哭坐的老僧究竟是什么人